现在看起来科创版的推出 我觉得会极大的增加 科技类企业在国内上市的概率 我们作为美股的上市公司 对美股的规则了解比较清楚 美股的好处当然就是说 它对公司治理的透明度 和合规性要求更严 然后它的资本市场 也相对更成熟一些 交易量也比较大 缺点就是说 很多美国投资人 其实它并不太了解中国公司 它对中国公司的了解 是隔了一层的 它基本只能读你的财报去理解你 或者看一些直言片语的新闻 但国内上市的好处就是说 你一个公司发展怎么样 很多可能投资人都是用户 甚至直接就是了解 这家公司的整体发展 所以如果在双方资本市场 都差不多情况下 我觉得中国公司 肯定更愿意选择国内市场来上市 现在肯定是朝这个 就是互联网和传统实体产业的结合上 还有就是新科技 对一些实体产业的助力上 其实核心就是跨界吧 就是要把几个行业的东西 这个能够把它结合起来的 这样的机会可能会更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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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